明朝前堂有一位怡怡弊 起妻良嗜 鬼魅禅身病了三年之久 有一天夜里梦见法寅大事 立以云端 缓缓降下 其光芒四寿 鬼魅都逃顿无踪 隔天夫妻俩就到云七大师处礼拜 梁氏看到云七大师慈想的面容 和昨晚所梦见的非常相似 不知不觉中非常高兴 久连不遇的病 顿时就全意了 云七大师开始说 病是从业力所生 业力是从心中生 努力行功利得 可以延连一寿 就以感应篇传授以异弊 勉励他说 诸欧莫作 诸欧不要作 众善要奉行 这是此篇的要旨 简单的说 就是要抑制恶恋 发扬善事 从小处来说 只要你你我他三家的换围 能够互相安分守己 安分守己 成为良民 往大处来说 一点一点一点的微小欲望 都要修持尽进 使万善都能够周全圆满 就是被称为天中天 圣中圣的事真 也是如此去做的 你应当要以宏大的法师 来推广感应篇 亦必深受感应觉悟 以俗子的信心持受 并汇集有标原八见 来欠化世人 我们从这一段可以知道 你看这个 廉慈大师是我们 基督中的第八代祖师 他说佛门里面的高僧大德 他对这个良事跟仪异毙 廉慈大师还是拿感应篇 请他们要来 依感应篇来修行 还跟他们开示 诸如魔作众山奉行 是感应篇 太善感应篇的 这一篇的要旨 简单的说 就是恶恶养善 那只要你我他三家村里面 能够所本分 大家都变成良民 广大来说 更实力诚来说 几微小的妄恋 都能够进化干净 那这样万善周园 释迪摩尼佛 天中天 圣中圣 也是这样修来的 那只要进化